Well, 神的佛这样的 在后的必要在先 在先的必要在后 没有人说我来这家月三十年了 我是老一条来的 没用 神的佛是很耗命的 不管你来多久 都不能肯定你一定在听我里面的 而不是久而长而久的问题 不是浅而厚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努力进宅门的问题 你看看 耶稣说要进宅门 进宅门是一个命令大家 进宅门的使命令 是我们对天国的一种的态度 万句万句 世上的每一个人将要为自己的选择 来负上终极的代价 你今天的选择是否要叫神的国守属呢 还是要方便你自己走一些比较平淡的路 比较容易走的路 方便你的路呢 你要问今天早上一个问题了 你在走宅门吗 虽然你已经来到教会 你已经信主了 我问你 请问你第一种解密 你在走宅门的路吗 你在走宅门吗 今天早上要问这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好吧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来 耶稣说 我是门 我就是那个门 因为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到父的那里去 阿们吗 耶稣说 我就是那个门 我就是那个路 唯一的路 唯一的门 有人说 基督教很高啊 是真正霸道的宗教的 他不能够接纳别人 不能够能够引起别的宗教合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你了解 早期的基督教发展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一个人信了别书之后 只要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他就会跟家人断了关系 坦断的关系 六亲不认啊 还要把你赶出家门 在社会上 或者过街老鼠的生活 可能换成你今天 你就要想一想了 到底我要不要信耶稣 两千年前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么开始的 不像今天来嘛来嘛 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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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么样的一回事 对两千年前的基督徒 信耶稣 敬宰们 是一个选择 而且是生命的选择 跟你讲阿们 我不是开玩笑 你去回查 教会阿们 基督教的历史 你就明白我讲什么了 真正的基督徒 早在两千年前 他们的选择是一个 matter of death or life 是生死的问题 是生命的问题 今天我们信仰态度就是跟早期的基督徒差太远了 我们可能今天信明天就不信有了 我们这一次信可能下一次就不信有了 但重点 我要讲的是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早前 你为什么要这样牺牲 这样的牺牲自己生命 甚至赔偿自己生命来跟从耶稣吗 因为要那些 这样子是浪灵 想要这样子是浪灵 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的 在听讲阿们 之所以他们愿意敬载门 愿意为耶稣一个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耶稣而死 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理解 基督的信仰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不是开玩笑 是认真的 是生命的问题 他们找到一个救主 所以他们愿意来负上这样的牌架 早期的基督徒一旦决定了跟从耶稣之后 他们必须砍断所有的关系 当时他们最大的罪名 罗马帝国定这些基督徒的罪是什么罪 呼神论者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牧师 对不对 讲什么人都没有呼神论者 不可能讲基督徒是呼神论者的 他们讲他们耶稣是经过家 怎么可能是呼神论者呢 我帮助你明白啊 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 当他们拿下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 他们就采纳希腊文化成为他们的国家的国之东凉 当这是他们建国的一个基础 那你了解希腊的文化 它是众神论的 什么神都拜的 从天上的太阳 到地下的石头都是有神的 什么宗师啊 什么阿托啊 哪一神啊 什么你们都看过 现在很流行吗 在电影都告诉你 他们相信什么都是神的 当耶稣的门徒 或者基督徒说 我们只拜一个神 这事上没所有的神都不是神 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 他们就被当时的政府和社会被隔离 撇弃 我看不起了 就是因为这么样 这些基督被人捉 被政府捉 被人家 人人坎打 过界老鼠的生活 就是因为他们坚定 只有耶稣基督 基督是唯一的神 可以听讲阿面 基督我要帮助你明白 当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基督徒 或者基督教的信仰 是一个很麻道的信仰 或者今天 跟其他 只要你能认同 你的宗教跟其他的宗教 是一样的 你就没有吃素了 只要你回去 你去跟你的邻居讲 跟你的朋友讲 跟你的同事讲 哎呀 我们的同事讲 对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救主 你的神也是救主来的 没问题的 你的基督教马上就马上 可能就可以接受 马上就很受欢迎了的 但是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基督的信仰 这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 我们的真正信仰 不是 因为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能到 父 那里去 我们看到 耶稣给我们的 耶稣告诉我们说 这个道路是单数的 It's a singular It's the only one 它是唯一的 它不是个option 不是多一条路给你选择 而是唯一的一条路 阿们 耶稣 基督教官 又要那么明白 当耶稣说 我是道路的时候 这个道路不是双数的 不是多数的 是单数的 意思说 这条路不是选择的路 而是一个唯一的路 所以 很多人会认为 我们很狭窄 其实 即使你不信耶稣 你也应该从生活中体会到 真理很多时候 看起来是很狭窄的吗 一加一等于 可以三啦 欧龙啊 三啦 情侪啦 欧龙可以三啦 哦 是啦 是啦 可以有啦 OK 知道了 知道了 一次了 一次 一次这一次 一加一等于五 一次不了 一次就赔忙 没有 真理不可以解释的 一加一就等于二 什么叫真理 我们的基督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 不是等于三的 你不解释的 你也不用去想说一的 你明白吗 这是真理 我来到方经理明白 真理就是一定是这样 它狭窄到很合理 狭窄到很正确 不仅这条路很狭窄 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可以跟你讲 阿们啦 哇 你的阿们 接着越小顺了 阿们啦 阿们 哇 你的阿们很重要 因为阿们 你能调整 你能调整 得意的人啊